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間上有好多冤容 就是在一種昏庸殘酷的官吏之下 不擇手段 但求有人認罪 了結公案的情形之下形成的 所以一個平民百姓 只要他惹上官非 一入官門 就算事無大小 都會被官威所嚇到 而且或者遭受到無理的刑罰 在驚王失措之中 和言語不清 糊糊塗塗地 就會被判為殺人的罪犯 現在張時宇就是被嚴刑所迫 難以抵受 最後他就改變初衷 認上罪名 附上血海沉冤 而張燕玉兩子弟 和他們的母親 一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真是傷心得了不得 燕玉他就立即趕到院衙 想說進監倉探望父親 誰知就被牙差拒絕 唯有含淚離開 而偏偏又被烏昌和一個無奶所見 還特地走過來騷擾 全心危落 這個時候 燕玉真是大為奮擊 他斥責烏昌 而且還聲言要到州府上告 講完之後 他就憤怨走了去 當時烏昌和那個無奶 聽到燕玉這麼說 心就像竹田一樣 李潑皮, 跟我回去酒樓喝酒 公子, 就這樣讓他走人 不留著, 再劇一下他 討厭…認真討厭 有件重要的事 需要馬上去做 別浪費時間 是… 小人陪公子回去酒樓喝酒 李潑皮 在這裡… 那個臭女兒很刁蠻 小人, 剛才他流了口風 說要到州府上告 那說不定他真的去胡作胡為 公子爺, 任由他去到舊了 這件事跟公子爺又沒甚麼關係 而且阮太爺已經判了案 州官不會相信一個女兒的說話 男戀發案 你知道嗎?我要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現在我不想讓那個臭女兒離開福安縣 不讓他離開福安縣? 沒錯 那就是不讓他去州府告狀 沒錯 坐下喝一杯酒, 聽我吩咐 是…公子 還沒有酒 小兒 別緊張 再打兩斤酒來 公子爺, 你有甚麼事儘管吩咐我去做 我要你盡辦法 不要讓他離開福安縣 這樣…公子 小人不知道他會在甚麼時候離開 那怎麼阻止他呢? 你的頭腦好像木頭一樣 要動腦筋才行 等等… 等等, 行了 我告訴你 他家裡在哪兒你就知道 就是上次你們打張時安那條街 他就是住在張時安旁邊的 小人知道… 那行了 你待會馬上叫那幫手中 暗中監視他們前後門 那個臭女兒如果要出門上州府 當然要戴上包袱、衣襪等 一看就看出他 那你們就要跟著他尾 去到僻靜的地方 然後才動手截他回頭 知道嗎? 知道…這樣就容易了 不過這樣公子爺 小聲點說話 是…小聲點 你知道公子 要找這麼多人幫忙 才能夠搞定這件事 你知道 一天十二個時辰 都要在他家附近輪流看著 對不對?那這筆錢… 我知道 我知道, 本公子叫你去做的 一定會比你們使用 要不要出聲 快點喝酒 一會兒跟本公子回去拿錢 立刻去辦妥這件事 不要拖延時間 知道嗎? 是…公子, 知道 是…公子 張小姐 張小姐 去完街回來嗎? 是呀, 丘公子 有甚麼指教呢? 不敢… 只是為了令尊的事 我再來見見百母而已 那…請進來坐吧 是 丘公子, 請去廳室坐一會兒 家母當然在內堂 我去請她出來跟你見面 好… 媽, 姐姐回來了 好像丘大哥又來了 丘公子, 四弟見到我們了 她跟家母走出來 你坐一會兒, 我去倒茶 張小姐 是呀, 府上慘遭巨變 各位都是心情不安的 又何必要拘禮呢? 百母 文帝 丘大哥 丘大哥 姐姐 有公子, 丘肉 怎麼樣? 你去見過爹沒有? 我去的時候 那個牙差不讓女兒進去探爹 他們真是全心要害死你爹 百母 小侄剛才回到家裡查問過家人 他們把世伯殺人的事都告訴小侄 小侄又出去找其他人問過 他們都說世伯殺人有居 在府上的後院搜出殺人的空氣 丘公子 外人就說不知道內情 他們說的話都是人魂亦魂的 但是 你是不是相信這些事? 張小姐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就是不相信 才再跟各位商量一下辦法 看看有沒有可能救世伯出來 丘公子, 你想幫忙救回我們老爺? 是 丘公子, 你究竟有甚麼辦法? 而且…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是有人從中搗亂的? 你們知道有人從中搗亂? 是 今天就好了 百母, 張小姐 世伯是一位舉人工 在本院之內也有很多讀書人 小侄準備回到書院 請求召集一群舉鑑生緣 商量入品院衙, 替世伯開脫罪名 丘公子, 這麼做法也好 賢玉, 說不定有這麼多讀書人出面 或許會救你爹也不行 媽 我擔心這個辦法也是沒用的 現在阮太爺已經審斷案情 爹又招認了殺人的罪名 怎麼會讓本院的讀書人可以退回公案呢 而且那些哭害爹的奸人 正在此虎視眈眈 剛才我在院衙之前 就碰見過烏槍和一個無賴 有時難逃對我喜樂 姐姐, 你在街上被人欺負你 為什麼你不進去院衙告官呢? 他們倆只是出言機笑 我又怎麼可以入院衙告官呢? 你們所說的烏槍 好像是江西報政的兒子 沒錯, 就是他了 他跟我們二房那個兒娘有曖昧的行為 我們想到那個兒娘後如二叔死了 就跟烏槍夾計謀害死大娘 嫁禍落在我們老爺的身上 是呀, 伯母, 你們的推測很對 我也相信情形一定是這樣的 好, 讓我馬上回去學院 會當眾揭發這件事 看看各人的意見怎麼樣 如果只有丘公子這樣做 又能夠救回我們老爺 那就真是感激不盡了 好…小侄先走了 一有消息就會立即來通知你們 好, 夏宏, 送丘公子出去吧 丘大哥, 我送你出去門口 好…兩位, 我告辭了 丘公子萬行 丘公子萬行 燕玉, 想不到我們在危難之中 都會有人跑來幫幫我們 希望他真的有辦法救到你爹 媽, 他不過是新總局的士子 所謂人微言輕 學院的人未必會因為他是新貴人 就肯做這件事 女兒不會把希望放到她的身上 媽, 女兒決定盡快趕去見寧州 去州官衙門上告 好… 呃… 呃… 你見嗎? 婆婆這間房間的血跡和血下因 還多鮮紅, 我沒騙你了 算了…現在不能洗, 遲下漸漸會脫 你時常叫你下人來洗一下就行了 用得這麼大驚小怪 我真的有點怕 不知道是不是有甚麼鬼怪 真是的, 這樣也很相信 我就不相信這件事了 真是的, 你說他有鬼 我做給你看看 多踢他兩腳 鬼?他愛我甚麼鬼鬼 這麼多鬼 你用甚麼發脾氣 我靜靜帶你過來看看 不過是證明我沒有騙你 我沒有騙你了 在這裡站久一點 都好像陰風陣陣似的 我們還是回去我家惡房吧 好…去吧 嫂姨, 張氏已經認罪了 郭知院行民上省 不用半個月就有福文下來 將他自罪了結這件公案 你還不用擔心 是, 我聽見他認罪了 心裡也比較安心 快點走兩步, 先進去房間 好 最近我心裡總是有點害怕 你真的沒膽子 你聽我說, 現在甚麼事都安定了 你就趁這個機會 將店舖的錢逐點收起來 慢慢就對那些伙計說 說資金不夠周轉 開始他們結束店舖的生意 然後就慢慢把田地、屋契、借意 賣給人, 轉了名字 那這次全部家財就是你的了 我們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依照計劃去做妥的 要不然 浪費了一番心機就不好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甚麼不知道 你替我撤上得這麼周到 不妨我對你一片癡心 以後你對我也要這麼好才行 我永遠都不嫁人 一輩子都陪著你 行了, 我一輩子最歡喜的女人 就是你了 不過愛在我爹和我媽媽的面子 免得跟我夫人煞氣 所以不願意接你回我家裡住 其實我和你… 蘇英, 現在等你在外面住 我有時間和你歡聚一下 大家也一樣這麼快樂, 是吧 遲一會兒我們可以光明正大地來往 不用再顧忌另一個人的閒話 你知道嗎? 有這樣的日子 我真是心滿意足 看情形已經三更了 是呀, 昌哥 好, 早點休息吧 明早一早, 你就要走 是呀 我知道了 淑櫻, 別辜負大好春宵 不要辜負大好春宵 你真是要獨自一個人去見寧州衙門 是呀, 媽, 爹的生命已經很危險 如果再遲些才起程 阻止不了那個大官批覆公民 爹一定會被判死刑 我知道, 但是從這裡去劍刑執 有百二三里路 你單身一個女子又怎麼去呢 路上會有危險的 老婆, 姐姐, 我陪你一起去 阿雲, 你不要去 我要你在家裡陪著媽媽 姐姐, 我不放心你一個人 去這麼遠的地方 為了要救爹, 上天入地我也不怕 何況是百多里路 阿雄, 你們不用擔心, 我會自己小心 賢蓉, 好不好等休公子的消息 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有轉機 那你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如果再等一會就會遲了 如果休公子真的有辦法 我留在這裡也沒用 不如現在雙管齊下 他有他去做, 我有我去周府上告 那就不會阻礙時間了 那…那就真是難怪你了 賢蓉, 昨晚整晚都沒睡 現在又想一早就起程了 你熬不熬得住? 怎麼會熬不住呢?不怕的 我收拾包袱了, 我要馬上起程了 賢蓉 姐姐, 我不捨得你去 賢蓉, 做冠的人都是很野蠻的 你這次走去周府衙門上告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接受 你一定要隨機應變 千萬不要魯莽 告得就告, 不告得的時候就好回來 明知媽媽會想念你 媽, 他們沒理由不讓我告狀 只是他們肯不肯再翻這件案就不知道 不過女兒一定要盡力請求周官辦理 好, 舉二兩白銀, 你小心替好 沿路也要花費 萬一塞了銀, 那時候你就寸步難行 我知道了, 媽 趁現在剛好天亮, 我靜靜起程了 姐姐, 你...你腦上小心 媽, 女兒很快就會回來 好, 你去吧 你見嗎 那個臭女兒果然揹著包袱出門 九成是想去見寧州告狀 當然了, 你的哥 怎麼樣, 什麼時候動手 是你說遠城之內動手 很容易被路人發覺 野起眾路, 你們不要亂來 聽我的吩咐自動手 行…當然了, 一定聽你的命令 只有她一個女兒 只有我和你就可以對付 不用那麼多人跟著她 你去告訴那些手足 知道… 叫他們先回去 好 我們辦妥這件事回來 再跟他們去喝酒 好的… 現在我跟著她出城 你叫那些手足走了之後 就馬上跟著你 我會的…你快點跟著她吧 我馬上跟著你 快點去吧 好, 來 張時宇被國之院撫打成招 承認是謀殺陳氏寡嫂的兇手 罪名已定 雖然未曾判成死罪 但只要等上文批覆 就會決定她的命運 服刑而死 這個消息當然是親者痛而受者犯 烏昌龍徐素應就是非常高興 只有張家裡的人 就感覺到非常悲憤 尤其是那個聖情剛烈的張燕玉 通行院令昏庸 嚴刑逼供 草姦日命 就決定要改去建靈咒 向周官上局 而那個身仲舉人的邱子仲 知道這件事之後 亦是大為不平 決定要到學院 請求一群舉鑑生員 聯合替張時宇出頭 伸張正義 不過 所謂救兵如救火 張燕玉認為時機急迫 難以等待一班讀書人的行動 就馬上執拾十幾件替換的衣服 戴了露肺 在這天天色黎明之後 連隨慈別母親和幼弟 趕去建靈咒 誰知道 烏昌派出來的無賴林文 已經規制到燕玉的行動 立即跟蹤而行 正當燕玉出了院成 在通向建靈咒的大路上 急急地趕路的時候 那兩名無賴已經快步趕上來了 別走 小姑娘 真是對 又在這裡見到你 你們又跟著我出來 我認得你了 那天在大街趕我走 不讓我告地葬 又跟那個烏昌在院牙前騷擾我 你… 你不用多說 甚麼事都上散我手就行了 你有甚麼辦法耐得我何 沒錯了… 我們是有意來跟你作對的 怎麼樣 你們一定是由烏昌主師來欺騙我 不要這麼大膽叫烏昌 應該要叫烏公子 或者叫烏大爺 你不要得罪他 沒錯 是他全心來害我爹的 現在你們這樣做 更加證明他的毒辣 他不僅要害我爹 還想連我也害了 那你又不要說得這麼嚴重 我們怎麼捨得害你 來,不要到處去 乖乖地跟我們歸入院城 你們別管我 我歡迎你去哪兒就去哪兒的 你別走著這番主 我們不讓你去哪兒都不能去 歸入院城 你別動手動腳 你們是非禮我的 那邊有些鄉民走過來 放手吧… 如果我們要怕鄉民 就不會跟著你出來 來,轉頭 我找你去見寧州 你們…你們知道我去見寧州 沒錯 我們就是知道你去見寧州 所以就要難阻你不准你去 還入院城 你們…你們這麼可惡 你們…各位鄉親,救命 你叫也沒用 你們好走 不要妨礙我們 這個女孩是我們烏公子的人 她私自從家裡逃走出來 我們要截她回去 是 如果有誰敢說多事 就把她送進院衙舊 怎麼樣 回到院城 走… 好,走吧 你如果再不回到院 我就對不客氣了 抓你進樹樓那邊才拋棄你 好,你今天可以爛了我 我可以在翌日再起程 是 始終我有一天去見寧州 告那個烏腸 犯犯前頭 那你就聰明一點 好,那你就聰明一點 我告訴你 你想離開福安院 難呀… 真的難呀 還說難呀 還好,那你看著你 還好呀 今天還好嗎 快點去菜 看著你,你真的要拉她 想哭 為甚麼? 媽媽 煙玉 胡昌派了無賴盜著我 不讓我去州府告狀 不是…他這麼兇 連你出門也不讓 原來他們早有預謀 已經派了無賴在家附近盜著我們 真是魚姐姐,我出去看看 阿弘,你別出去,阿弘 欣著他們攔毀你,阿弘 這麼怕 不是…他們惡得這麼嚴重 用毒雞害了你爹 還怕我們去州府上局 又特意派定人鞋盜著我們 由此可以證明 甚麼事都是那個胡昌和二娘兩個人 搞出來的 那當然了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了 又有甚麼辦法呢 他們就是步步為營 逼得我們走上絕路 又沒有人可以幫得上我們 那… 那你為我們怎麼選擇呢 我不怕他們這麼惡毒 今天不能去 我還要再找機會再去過 一天不去州府上局 就始終沒辦法救出爹 媽媽 阿弘 阿弘 真是的 外面有一、兩、三個母奶 來到這裡 走著又逞著都落著 全靠着我們家 我…我已經溼了很大的門了 我… 那我們真的全部難以了 燕玉, 你還能不能去見靈州? 就算他們用天內地網包圍我 我也要去 媽, 你不用急, 我們慢慢想辦法 是呀, 媽, 辦法一定有 譬如叫優大哥幫忙就夠好了 是呀, 媽, 優公子是一位新貴人 她說肯幫我們 如果她真的有這種心 只要我們去求求她 她一定會有辦法 但是現在那些惡人 派了無賴在這裡盯著我們 但是, 如果優公子又來我們 那就會惹起那個烏腸主義 一樣是照顧著烏公子的行動 媽, 那我們去叫優大哥來我們書的時候 不要讓那些無賴見到就行了 既然那些無賴有心在我們附近監視 只要優公子一搭進我們門口 他們就知道了 那… 阿榮 你知不知道優公子住在哪兒? 我知道, 從後門過去的那兒很近 我常常坐在後門那兒池塘旁邊讀書 我懂得去找她 那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從後門出去 過去找到優公子 把這些情形都告訴她 看看她有什麼辦法 好, 我馬上去… 阿榮, 你不要去 媽 媽 賢玉, 既然前門有人盯著我們 那…我相信連後門也會有人 後宏去找優公子, 他們也會知道 媽… 那怎麼辦? 那… 我有辦法了 你有辦法? 他們只注意我一個人, 不會注意阿榮 我特意從後門走出去, 引開了他們 阿榮就可以跟著去找優公子了 是呀, 姐姐, 我們就這樣做吧 媽, 我一定要看到優大哥 說明這件事才回來 如果他不在家 我就要等到他回家為止 你不用掛念我了 好吧 賢玉, 我和你們一起去後院 你等阿榮出去, 就好一會回來 我在後門聽著門 好吧, 阿榮, 我先出去吧 走 阿榮, 你做得好妥當 替本公子賞識你 好 公子, 小人做事從來都沒有失衛 不管這件事實在是難毀了很多手足 日夜分班, 輪流看著他們的前後門 小人就沒所謂 是呀, 但是公子爺就最好 給他們一些好處 行了…你只懂得說錢字 沒所謂錢而已, 沒所謂的 每人打上一兩百元 叫他們小心在意 千萬不要疏忽 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那個壞女離開院城 當然… 好, 我要進去這兒一會兒 今晚一刻你就去我樹 問那個開門的人拿錢就行了 我自然會吩咐他準備銀兩給你 是…公子, 小人告辭 哪位? 是我, 開門吧 小姨媽 是烏公子, 請進來吧 好… 小姨媽, 蘇英來了沒有? 來了, 現在在仿樹 你又去見她吧 好…如果預備好酒菜的 麻煩你搬出來吧 好, 已經預備好了 最近蘇英每天都回來 酒菜隨時都有 麻煩你 我現在進去見蘇英 好, 你去吧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 蘇英, 今天又帶了多少錢回來 唱歌, 人家剛剛在數 你一進來就搞亂了 是嗎? 你看看, 這裡好像是三十二頂白銀 每頂五兩, 一共是一百六十兩 你是不是每天都從店舖 拿這麼多銀兩回來? 那很容易就把錢莊的現金搬光了 這些都是拜你所賜的 現在我才知道 你當初叫我不要聽那個死鬼張老爺說 要他幾百兩就離開張家 是嗎?原來真的有這麼多好處 是嗎?我沒有教錯你 這次你安樂了 當然是安樂 你怎麼說呢? 說一個好消息給你聽 什麼好消息? 今天早上張時雨的臭女 想跑去見靈州上告 讓我叫人在遠城之外那裡截她回頭 現在有人在她家裡天天吐煮 只要她有什麼動靜 就立刻有人拋棄她 那個臭女兒真的這麼大膽? 是呀 要去州府上告 其實就算她去也無所謂 你不用怕她嗎?不用怕 不過我就是免了麻煩 所以就截她回頭 其實她去州府 很容易就被她搞風搞雨 大約過了半個月 省門又有公民一批覆下來 張時雨就會定罪了 定了罪之後就鑄成鐵案 就算翻山的包工也沒辦法返案 我們真的要派人 嚴密監視那個臭女兒才行 我已經做了 蘇英,我送些蔬菜進來 進來吧 媽,放好蔬菜之後 就好把銀子小心收藏 千萬不要讓人知道 當然了,蘇英,我收藏得很秘密 這次我們就發財了 你知道就好了 這些事全靠昌哥幫我們守 是呀,烏公子 這次老身真是要多虧你了 是呀… 蘇英,你陪烏公子喝吧 我把銀子拿回去 回我的房間收好它 我把銀子拿回去 行了,你去吧 來,昌哥 今天我可以在這裡逗留久一點 才回去張家的 我陪你多喝一杯 好呀… 這樣才對嘛 蘇英,我們坐上去喝一杯酒 好 文弟,你這次等了我這麼久 就是要等我回來說這些事給我知道 就是呀,我起未試了又來了 一直等到現在,又不敢回家 我站住,是要等到你回來 把姐的事對你說清楚 看你有沒有辦法幫一下姐 真是豈有錢 那個烏槍的確可惡的 竟然派這麼多無賴來盯著你們 不過他的確是氣焰逼人 連學院裡面的人 一聽見他的名字 每個人都靈頭的,大家都不敢招惹他 喜悠大哥,你想找完完整 這麼多讀書人來幫忙救爹 現在沒有人肯幫忙了 是呀 那… 他們每個人都貪生怕死 不敢得罪烏架 也有些人不相信我的話 還說我連笑氣盛 暴風捉影,立戀招惹是非 說起來真是氣死人 那… 這位大哥,那現在怎麼算好 那只會沒辦法救我爹 皇帝,你別哭了 讓我慢慢再想辦法吧 老實說,人家只怕他姓烏枯的人 我不怕 不過,我是年紀輕一點 而且,而且是初初中了舉人 那些老實叔語 都不放我在眼內 有些人還勸我顧著前途 不要理人的閒事 那… 那你會不會聽他們的話 我當然不會聽他們的話 不過想起來在這一處 的確沒有人可以幫得我忙 這件事我都要慢慢想想怎麼做才行 幼大哥,你要想多久 如果…如果太久 我爹就沒得救了 那… 那你又不用這麼心急 那你又不用這麼心急 好了… 你在這裡等我這麼久了 都應該要吃飯了 來 我和你進去我書 等我叫人家開飯給你吃 我就靜靜想個辦法 我一定會幫你們的 你不用擔心 我… 我…我聽你說話了 是嗎 不過…我希望早點回家 媽媽和姐姐想念我 行了,我知道她想念你 你…跟她進來吃飯 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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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谢谢大家